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蓝额班到底是有多么的奇葩 我们稍后来说一说 还有世界互联网大会 今天已经闭幕了 都公布了哪些科技成果呢 我们也会再稍后来讨论 先来进入一网大街 好 首先来看中纪委的消息说 位于摆明红色通缉名单上的之一 周济杨日前被抓捕归案 那么中纪委这网站上的消息 没有说一些抓捕细节 只是说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 国际追逃追赃办公室的统筹协调下 12月1号浙江公安厅将周济杨抓捕归案 那么周济杨到底是谁呢 他是浙江党史研究室的一个干部 涉嫌合同诈骗 08年12月份畏罪潜逃 那么在12月1号被正式缉拿归难 那么截止到目前啊 白色红通人员当中100个人 已经有50人捉拿归案了 这是中国在国际追逃追赃方面 又一大战国 说这个白色红色通缉人名单呢 是两年前中纪委和国际刑警组织合作 然后公布的一个专门追逃 外逃的贪官的这么一个行动 也是中国天网行动之一 那么中央追逃办就表示啊 这个布下一个天罗帝王 让企图外逃的那些贪官丢掉幻想 嗯的确这个全球化呢 使得这个追逃呢 也变得更加的容易一些 使得这个中国呢 能够真正的设立起来 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天罗帝王 还有再来说一说 大家呢现在呢 很多人都会觉得啊 共享经济真的是热火朝天哦 但真的是热火朝天吗 其实之前呢 已经开始露出了一些 不是特别好的迹象 中国消费者委员会 在近期呢 就约谈了七家共享单车的企业 希望呢 可以提升监管的力度 主要的问题呢 就是涉及到啊 这个共享单车呢 很多人付了很多的押金 一座城市里面 可能有不同牌子的共享单车 有的人呢 可能呢 就把这个押金呢 已经付给了不同的几家企业 那么现在呢 这个随着共享单车啊 或者是共享经济 整个的开始呢 慢慢的有一点点的走下坡路 或者是冷却一点 有些人就希望把自己的押金 给退回来 但是在退押金的这个过程当中啊 就会浮现出来各种各样的问题 那么现在呢 中消协就表示说呢 将会对此呢 进行一个督促 那不同的公司呢 对于退押金的 在这个问题上 也有不同的机制 不同的速度 和不同的方法 但同时呢 中消协也肯定了共享经济 给中国经济创造出来的 这个利益 还同时呢 因为这个共享单车 还促进了绿色出行 这些呢 都是它非常正面的一个地方 但是呢 让消费者 必须要更加的舒适的话呢 在资金使用方面 其实呢 也是需要一些监督的 毕竟呢 一个人几百块钱 上亿的一个资金池 这些钱到底如何去监管 怎样去被利用 其实呢 中消协同样呢 也需要就此进行一个监管 对 那么我看到很多消费者呢 对中消协的这个举动 是表示赞同和支持的 因为我看到 之前有很多 共享单车企业 倒闭了之后 出现消费者退 不会押金这么一个举动 所以呢 他们也非常希望 中消协还有中国交通铺 出台一系列规管 让无押金 成为一个普遍的行业规范 好 我们再来说说 这个上海的消费者委员会啊 也为消费者做了一件好事 他们对中国 普遍吃的早餐 泡浆油条的油条 做了一个抽样调查 他们是抽查了上海市面上 25个品牌的29个油条样品 那结果发现呢 很多宣称 无凡油条 其实还有其他的一些安全隐患 其中之一呢 就是很多无凡油条 结果被发现 还有另外一种危险的化学元素 铝 这个铝呢 长期过量摄入 会损害你的脑神经 这个铝的消息 被暴露出来之后呢 让很多消费者呢 也是相当的紧张 而其中呢 有一款名为四大金刚的油条啊 它的铝含量竟然高达 每千克980毫克 远远超过了国家标准 那另外在素化剂成分的检测当中呢 还有两家麦当劳企业工的油条 是发现素含有素化剂 但是呢 含量没有超标 而麦当劳呢 也很紧张 赶紧出来回应说 他们没有在制造油条过程中 故意添加 到底这个素化剂是怎么跑进去的 他们会接下来进行调查 这个抽查呢 还发现啊 这个炸油条 到底这个油是不是天天换呢 很多商家都说 我们天天换天天换 但是检测结果骗不了人 因为如果天天换的油呢 有一种和油脂相关的指标 会非常低 但是在抽查的过程当中 所有商家的这个油脂的指标 都特别高 暴露了什么问题呢 不过我觉得很多爱吃油条的老油条们啊 可能会觉得这个油天天换 炸出来就还不一定 有不换的油条炸出来这么好吃 实际上这个油条啊 里面的这个名凡超标啊 铝超标这个问题呢 不是今天才提出来的 这个事情呢 已经说了很长时间 但是没办法 大家就是喜欢吃油条 不过呢 刚才杨叔这一段也讲了 就是这个铝超标的问题呢 是要一个长期的严重超标 对脑神经的确是有损坏的 只要您不是特别长期的天天吃的话呢 其实呢 有些事情呢 还是可以就闭一只眼酸了 爱吃的时候 还是可以去吃的 再来说一说 在西安出了这样的一个车祸啊 38辆车出现了一个连环相撞 为什么呢 是因为路上突然间打滑了 原因竟然是因为啊 在这个零下一度的天气里啊 为了给路面做清洗 结果呢 有关的部门呢 进行在洒水 其实按照呢 有关交通部门的这些规定啊 就是在气温低于3摄氏度以下的时候呢 是不能够再做洒水进行清理的 可是当天呢 发生这一系列事故的时候呢 气温呢 确实在零下一度也就是说呢 这实情是存在一个违规操作的问题 但是这个事情出来之后啊 交警部门呢 还有市政府呢 就开始了一个踢皮球 很多西安市民就说了 其实之前啊 在天气很冷的时候 洒水 然后导致路面结冰 打滑 车辆特别难开 他们已经投诉过很多次了无果 一直到这一次发生了如此严重的情况 就是38辆车出现连环相撞 结果最后呢是西安这一个区的区政府发出了一个公告 大概最终也认为说啊 这个来回踢皮球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 认为工作中确实存在着问题 存在着不足 以后会进行检讨和改进 对 说到冬天呢 有很多道路结冰的状况啊 还有一些学校供暖的状况呢 都要跟上啊 但是呢 有家长却反映啊 在河北保定取阳县有很多乡村小学至今没有供暖 河北保定县是很冷了啊 每天都是零度以下 那这些小朋友呢 在教室里面 尤其是在阴面的教室 屋里比屋外还冷 所以有些时候呢 为了取暖只好搬到操场上来上课 画面上呢 这是大家看到在操场上读书的这一个画面 那有的小朋友呢 在屋外还是觉得冷 没办法 老师只好带着他们在操场上跑步取暖 非常可怜 而结果记者走访了之后发现啊 这个未有供暖的情况 不只是其中一所乡村小学 在保定市的取阳县 非常普遍 很多所乡村小学都有这样的情况 到底是为什么呢 结果这个取阳县的教育局啊 就各种踢皮球 他们说是因为这个没有及时供暖的 是因为这个 有没改电取暖工程 没有做完 这个工程有一些拖沓等等 就是各种找借口 但是呢 最后这个事情经过媒体曝光 然后闹大了之后 县委书记相当的重视 第一 他说这个学校未有全面供暖的事情要彻查 第二 他给出了一个时间线 说今天晚上 所有没有供暖的小学就会全部供暖 我们也关注县委书记 县委书记的这个话 是不是真的能够落实 好 说完了这个消息再来看一看啊 这个20年前的时候 有些中国游客呢 到海外去旅行的时候 有个感觉说大家就像看大熊猫一样的 觉得来自中国的人呢 全都是大熊猫 然后要争相的给你照一张相啊 觉得没有见过中国人啊等等的 现在的情况大为改观 随着中国游客越来越走向国外呢 在很多地方呢 也掀起了中文热 其中呢 我们今天就来说一说 菲律宾移民局最近做了一个新的决策 就是呢 这个菲律宾的移民官 将会将他们当中的其中一部分 确切的说是50个人 拿出来做一个特殊的量身定做的课程 给他们进行一个特殊的中文课程的培养 这50名菲律宾的移民官啊 将会在明年1月份开始到6月份期间 进行1到6个月不懂的中文培训 目的呢 就是因为 这个希望呢 菲律宾的移民官啊 在这个中国游客进入菲律宾的时候 能够听得懂 他们到底是来做什么的 一方面呢 可以让中国的游客感到菲律宾 对他们更加的友好 另一方面呢 也能够杜绝 说有一些呢 可能是不是欢迎的外侨等等啊 这个啊 实际上1月 从今年来算的话 1到11月份啊 中国赴菲律宾的游客呢 是近80万人次 那菲律宾移民官 移民局也认为说啊 这个有必要 在关口呢 设置一批懂中文的移民官 好 我们再来看一条消息 我们记得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的时候呢 颁布过一个 针对八个国家的旅行禁令 引发了轩然大波 那当时呢各州的地方法院 很多是明确表示拒绝的 结果呢 这个案子闹到了最高法院 那最高法院在12月2号 周一给出了一个最终判决 宣布这个八国的旅行禁令 即使全面生效 Donald J. Trump 好 大家注意到在最高法院的这个投票呢 最终是7比2通过了 虽然这个法律在美国国内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但是呢 看起来在最高法院那边还是大多数支持这个禁令的 主要说这个禁令的内容 根据这个禁令啊 大多数情况下 伊朗 利比亚 叙利亚 也门 乍德等等 这些国家的公民永远无法移民美国 那很多人呢 也被禁止在这里工作 学习或度假 很多人说啊 这是特朗普的又一个政治胜利 但是另外一方面 他对美国多元化的核心价值观 又是一个重大的损害 那很多人说呢 这个法令是不是真的反穆斯林 那反穆斯林呢 特朗普从刚开始都非常公开的反穆斯林了 这不是什么意外 那第二点呢 特朗普说这个法令的一个原因呢 是反恐 但是这在美国的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因为啊 这个统计发现 美国过去发生的重大恐怖袭击当中 其实都不是以上提到的这八个禁令国家的人干的 所以到底实行禁令 对于保护美国的国家安全是不是真的有效 会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那为什么引起这么大的争议呢 有一定因素呢 也是因为啊 这个禁止这些国家多元化的人呢 进入美国的话呢 有涉嫌美国的立国之宪法 这个美国立国宪法呢 是就说人呢 是无关他的宗教与否啊 都是应该就是公平对待的 当然特朗普说啊 我说这八个国家当中呢 也不都是穆斯林国家 其中还包括了朝鲜 那有人就开玩笑说了 难道朝鲜人可以旅行去美国吗 他这个禁令到底是开给谁的呢 好 再来说一说印度国家绿色法庭 这是一个在2010年的时候 在印度设立的一个法庭 而且直到目前为止呢 已经审了数万个案件 他们专门负责保护印度的环境 你现在看到的照片呢 不是北京哦 是印度新德里 印度国家绿色法庭呢 最近呢 就开始严厉批评 说新德里政府啊 没有制定好一个切实可行的行动计划 保护印度的环境 所以呢 新德里呢 就是一年到头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而且是每况愈下越来越严重 所以之前还发生了啊 说这个外国的板球队员啊 到了那边之后呢 戴着口罩还是受不了啊 因为环境实在太差了 上 就是不停在呕吐啊 有意思是呢 这个外国的板球队员 他们来自于斯里兰卡 完全受不了新德里这样的雾霾的情况 所以呢 大家就都是拼命的吐 戴着口罩也是完全的受不了 在冬季的时候啊 新德里的环境呢会格外的糟糕 就像您现在看到的这样子 而且有意思的是呢 这个印度国家绿色法庭啊 生气到一种什么程度呢 要求新德里政府呢 必须在48小时之内提交一份文件 就是未来呢 必须要有一个切实可行的行动方案 和计划保护印度的环境 那很多人就问了 48小时提出来的东西 到底有没有那么的可行呢 以及48小时够不够足够 是不是有足够的时间 让大家深思熟虑 前思后想之后 做一个真正比较周全可行的方案呢 对 我看到北京网友对此的回应啊 是说咱们是五十步笑百步 另外还有人安慰印度 说有雾霾 至少证明你的经济是在飞速发展的啊 好 我们再来看看网友最关注呢 是说这个中国在东非国家 吉布提有一个后勤保障军事基地 引起了国际媒体的高度关注啊 那其中呢 日本媒体不仅是关注 还派出了一个设置团队 然后专门去偷拍咱们在吉布提的军事基地 而且还以罕见珍贵镜头曝光为题 进行了连续两天的报道 那这个报道说啊 中国驻吉布提的基地呢 被厚度达八米的高墙包围 这个坚固的设计 令他们想到了万里长城 还可以看到有士兵在站岗 此外呢 NHK还表示 这个基地内部可以看到 疑似指挥部的一些建筑 还有个顶部疑似 在进行一个直升机停机坪的设计和建造 那从视频中可以看到啊 它的这个大部分镜头呢 是取自保障基地几公里处 是采用一个高倍摄像机远距离调射 这样的一个拍摄手法 那另外呢 NHK的记者还躲在汽车里面 对咱们的这个后勤保障基地绕了一圈 在没有摇下车窗的情况下 对这个基地的外围 进行了很多很多的偷拍 那中国网友看完了之后呢 就真的觉得NHK啊 叫煞费苦心 那首先呢 就是它这个到底是一个媒体呢 还是一个搜集情报的间谍机构啊 然后还有人呢 就业余说 这个日本的摄像头啊 真的是很厉害 几倍公里之外 都能拍得清清楚楚 画面还不带陡 现代的长城啊 不在这个地方 现代的长城啊 在美国的边境 和墨西哥的边境 再来说一说 这个澳大利亚的同性婚姻法 现在已经送到了众议院了 是11月15号的时候呢 当时澳大利亚进行了一个全民公投 61%的人都同意同性婚姻合法化 然后11月29号的时候呢 送参议院也已经过审了 那么今天呢 是送众议院 预计在之后不久呢 澳大利亚同性婚姻法呢 就可以过了众议院之后 成立进行一个正式的立法 也就在送众议院 审核的这个 今天啊 在澳大利亚的议会上呢 有一位议员呢 当场呢 就像自己已经 同居了九年的男朋友 进行一个求婚 也获得了现场的很多掌声 请л格兰 最后要分为了承计院的人 是我的众朋友 罗子 You have had to tolerate 多亏尽多亏尽多亏 因为你 他要担心了 因为你 相信 这事 任性 是 的 出门 收音乐 我们 大家好 但是未来一切 这个问题不算是因为我们被关注我们的关注 给我们 tax reform任何日 但在我的第一次训练的训练 我 defined our bond by the ring that sits on both of our left hands and that they are the answer to the questions we cannot ask 所以, there's only one thing left to do Ryan Patrick Bolger, will you marry me? Well, chuck that in the memoirs and Hansard Should let Hansard note to record that that was a yes a resounding yes Congratulations Thank you, Speaker Well done, mate 第四届16互联网大会已经正式闭幕了中国网信办主任徐林 在会上公布这些大会取得的四个成果 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那首先呢是在全球互联网发展治理这个议题上凝聚了共识 他说习近平的贺信还有王沪宁的主旨演讲 进一步阐明了中国在互联网国际治理方面的主张 那另外呢互联网国际大会 它已经成了一个中外互联网企业发布最新科技产品的一个平台 那今年共发布了18项先进的科技稍后会告诉大家 第三它已经成为了一个各个互联网项目对接的合作平台 据说这次利用互联网的这个大会 对接项目已经达到了1200个超过130亿人民币的项目现场签约 第四个呢这个大会还促进了包括国际组织啊 政府企业互联网还有专家学者媒体等等 各方面的合作沟通和交流是一次思想的盛宴 同时也是一个巨大的合作平台 嗯的确啊这个世界互联网发展报告2017呢 也在这个闭幕式上面呢进行了一个发布啊 就这一份报告呢选了38个国家作为一个指标 来评估一下每一个国家的数字化和互联网发展的程度 其中发现这38个被选的指标国当中啊 发达国家普遍来讲呢一如大家的预期 数字化做的比较好 那么发展中国家呢做的呢相对的比较差一点 但是其中呢却有一个例外就是中国排在了这38个国家当中的第二位 美国当然是第一中国排第二韩国排在了第三位 也就是说呢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呢 数字化和互联网的发展呢是非常非常的领先的 而2016年当中呢也给大家一个数字啊 就是呢这个互联网的经济就是数字经济的部分呢 在全球呢是已经占到了22.58万亿元人民币 而这个全球呢这个所有的经济体 整个这个经济的大的总量当中啊有差不多接近三分之一 都涉及到互联网数字化的这个部分 那么还有呢全球网民的数字呢 现在已经占到了全球人口的51.7% 就是过半人口呢现在都是活在网上了 其中中国呢这个比例当然更高了 但是来自中国的网民呢就有7.51亿 这个全球的数字经济啊 整个的这个GDP当中啊 越来越多的占比呢都是和数字化有关的 其中中国的发展应该说是其中最欣欣向荣的之一 对这看到这个东西呢让我想到了一句话 有人说啊互联网是上帝送给中国人最好的礼物 的确这几年因为互联网的飞速发展 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科技创新的一些潜力 那说到这个科技创新呢 我们看到这次大会上他还发布了18项全球最前沿的科技成果 其中呢大家发现有六成的最新科技都是中国研发的 好的我们首先来说说啊就是未来的科技 我们想象一下它是什么样 首先根据这18个成果呢 第一我们即将迎来5G时代 那么美国高通公司通过互联网大会这个平台 发布了全球首个5G芯片组 另外中国的华为公司也透过这个平台发布了5G 预商用系统并且给出了5G系统商用系统的时间表 就是2020年 那么说到这个消息刺激呢 看到今天有和5G相关的这种概念股啊 全线上涨 这个5G对未来什么车联网互联网 万物互联互通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而中国在里面也处于一个技术领先的地位 第二个呢人工智能方向未来的人工智能是什么样的呢 首先微软发布了它第五代小兵 就是情感机器智能 说未来的机器人呢 是和人一样有情商的主打情感牌 那另外呢阿里云是发布了一个ET大脑啊 它最大的特点呢 是实现了从单点智能到全体的多体智能的技术跨越 对于未来的智能城市管理啊 智慧交通的管理啊 安排民众的出行 节约资源和时间等等等等 取到了重大的作用 在全球很多城市都已经实现应用 另外呢百度也推出了 它最新的这个对话式人工智能系统 叫DoorOS 总之呢 它也是在过去的版本上 有了很多很多的技术创新 好了 除了这些互联网科技 大家和日常生活细细相关之外呢 我特别要提出的是 中国在有一些科学技术方面呢 已经是处于世界领先了 虽然它没有被大量的被媒体报道 比方说这次发布的一个成果就是 中国公布了一个世界第一台光量子计算机 这个比世界同类的实验室至少快了两万四千多倍 说中国的这个量子物理量子通信量子计算等等 现在已经在世界的前列 一方面是感激这个感叹这个中国啊 真的是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 另一方面呢看到这些科技的成果啊 这个很多是有些可能看的一种啊 就是一知半解的但是呢有些真的能够看懂的 比如说呢其中有一项研究成果啊 就说这个机器已经有触觉了 就是给这个颁奖的就是机器触觉的这一个部分 还有呢比如说腾讯有这个人工智能的开放平台啊 大家想想看啊 这个人工智能有多聪明 我们先暂且不论 如果把所有人的大脑全部都连在一起 变成一个大大的大脑的话 你想想它的能量到底有多大呢 这个说叫科技的日新月异啊 在中国如此 在美国呢其实呢也有很多这方面的一个促进的活动 比如说呢这个12月3号的时候 在旧金山NASA研究中心 就来了一个科学界的奥斯卡的红毯 这个科学家也要走红毯 这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奖项呢 是科学界的一个突破奖 其中呢颁发给生物科技科学当中的领域 也有基础物理和数学的领域 在啊这个比如说今年的话呢 在生物科技方面呢就是颁发了五个奖项 然后呢基础物理方面也颁发了五个奖项 然后在这个数学突破方面有两个奖项 还有青年奖项等等 总共设计的金额是2200万美元 我们自己有很多 就是这个科技的项目 谢谢大家 耶稣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大家看到了吧 红毯上的人全部都是一些科学家 科学家的研制都已经可以走红毯了 你还有什么借口不努力呢 对好我们看到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 但是在社会很多角落啊 其实有一些封建糟粕的东西也还存在 如果不是网友爆料啊 真的让我们是大开眼界 说在辽宁府顺有一个特别奇葩的女德班 这个班的教育内容大开眼界 说女子点外卖是不守妇道 另外上这个班的学员呢 还被训练要徒手掏粪 边掏的时候还要边说 我的心比粪还脏 知道错了 做了很多的措施 女子的当努力应该是可以做干净 我呢 我每天有无妆愿力 一直都带回这个女子的性格 无论帮我做哪 我都说 是 好 马上 我就是为别人服务而老人家 可以做一个女子 女家人 下场都不好 你 看一个女孩子 能不能跟她靠近 你先看不一 干嘛找完了 你不知道 你已经丧失了 我必须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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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呀 就得这个小说话 多干活 一定要闭上自己的嘴 他早明 那我都信了他还这样 这就是公平性 这就是一颗爱性 因为他昨天晚上给我闻了 他让我感受到爱了 那我也是这么的 我也爱他 让他干干净净 整整齐齐的 女子不应该就是往上走 就应该是在底 最底下 你怎么知道这儿的 我阿姨在这儿待过 七天的弟子归 她说这挺好的叫来学 好 归来一学就学了 平常 这个所谓的女德班 这个一开始打出来的旗号呢 是这个要进行 这个弟子归的一个学习 而且呢 打出来的旗号呢 是中国的传统文化 而且一有了这个传统文化之后啊 很多人眼睛就一亮 甚至有些家长呢 都看到了他们的这个青少年班 就愿意呢 把自己的孩子都送进去 目前呢 辽宁府顺市传统文化研究会 这个他们旗下的这一家公益组织呢 前身叫做这个吉思堂 在2011年的时候呢 是市民政局批准的 这个 这一家组织呢 首先标榜的呢 是这个所有的学员进来啊 先要上这个 七天的弟子归的封闭班 所谓这个封闭班 是怎样的一个概念呢 就是说啊 从早上到晚上一句话都不能讲 从早上五点半到晚上九点半 一句话都不能讲 只要稍微有一点点需求 讲出来一句话呢 嗯 就有人过来给你90度 拘一个大功 提醒你不能够讲话 手机当然是断然要进行一个封锁的啊 这个啊 现在呢 呃 因为他们教的这个很多理念呢 比如说让女性呢 必须要逆来顺受啊 说大家可以看母鸡啊 母鸡的工作就是生蛋和孵蛋 这个人还不如鸡嘛 所以呢 要求女性呢 必须呢 要像这个鸡一样 要安守复道 不能够叫外卖 不喜欢刷碗 就是不守复道 等等等等啊 这个很多人呢 说这哪里是在培养女性啊 这完全是在培养女佣 你有人说呢 这个女佣都是可以挣钱的 培养出来的这些女性呢 不光是女佣的一个问题 是不愿意做人们的奴隶 换句话说呢 是愿意做奴隶的人们 最有意思的是啊 这一家组织呢 一开始被传言说啊 好多学员是花钱进去听这些课的哦 但是呢 这个目前呢 这一家公益组 所谓的公益组织啊 也做出来了一个回应 说啊 这些人的课呢 其实呢 是免费的 很多人是在义务的 去进行维护很多的这个课程 主要的收入是靠卖糖装啊 还有这个素食馆啊 同时他们也有一片地 靠他们自己的种地 来维持自己的收入 这个是有 这是他们自己做出的一个回应 对 那刚刚刘芳呢 讲到了很多这个学校 一些非常奇葩的教育内容啊 其实过上过这个班的一些学员 他们透露出来上的这些内容呢 和刚刚你讲的差不太多 总而言之呢 他们都觉得这是一个邪教班 是一大群 没接受过多少教育 非常有封建思想的人 对你进行强烈的洗脑 封闭式的洗脑 而最最关键的是 根据他们说啊 真的有人信 有的人参加完这个班的之后 就发自内心的就信了 然后觉得女性的地位就是比男人低 她在这个社会上存在的功能就是传宗接代等等等等 这个是令人非常担心的 那还有网友就说啊 这个学校绝对应该被封闭 那还有人说这个学校教你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 还坚决不离婚 这难道是在纵容家暴吗 所以呢网友纷纷表示 这样的教育机构应该赶紧查封 更加奇葩的是啊 这个有一个记者的调查显示说 有一个在那里上过课的一个人就说啊 是公司送他们去进行培训的 当然了大多数人呢 看了之后呢 都感叹他的奇葩啊 是有多么的奇葩 目前呢 辅顺市教育局已经表示说啊 这样的一家机构呢 有被社会道德因尽快遣散 全市范围内将会进行排查 同时呢 也认为这样的一家机构所教的一些理念 彻头彻尾的就是违反了民办教育促进法 对 那我看到这个学校的校长啊 他以前呢 其实也不是搞什么传统文化的 他以前是个卖矿泉水的老板 这家学校是他和他老婆合开的 但是为什么这样一所学校 还有如此大的市场需求 还有人专门花钱来上呢 但不论怎么说呢 我们看到今天啊 这个很多大媒都对他进行了批判 首先人民日报呢 就批判这个女德班呢 是把糟粕标榜为文化是相当不能接受的 他说呢 这个学校瞄准了有一些家长在教育观念的上误区 或者有一些他本来就有男尊女被这样思想观念的人 他瞄准了你这样一个思想缺口 然后呢 就重点针对这群人进行培养 另外呢 他把这些封建的东西标榜为文化 打着传统文化的棋子 在招摇状片 其实是反文化的 另外呢 还有一些评论文章呢 是分析这个女德班的商业模式 我们提到这个上这个班呢 他一开始宣称是免费的公益性质的 但是一旦你真的被洗脑了 你完全相信了这套之后 他接下来让你进行一些付费模式啊 让你参加其他的一些项目的活动啊 等等等等 这才是真正的盈利点所在 但是呢 很多人就要问啊 就是如此糟粕的一个东西 为什么他能够明目张胆的进入教育行业 还有这么大的市场需求 到底这个产业链是怎么形成 他他背后的根源是在哪里呢 对啊 所以大家就要反思啊 这个现在呢 他们说的这个女德班 的确它是非常的极端的 但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 是否存在着心田饥渴啊 是否存在着所谓的日常女德的问题呢 就是很多人啊 可能呢 本来呢 就有一些这样类似的一些想法 然后呢 心灵呢 又非常的饥渴 看到传统教育两个字 或者是如这一家机构 所打出来的这一个标榜 说是叫做古法教育 他就觉得他非常非常的可贵 于是很多人呢 就很容易进入到 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 像邪教一样的被洗脑 说到底呢 很多人这个有篇评论认为说啊 还是要刨根问底的 问一问我们很多人 心理内心的观念 是不是认为女性 就应该是被压抑的 才会造成了 有如此荒谬的一家机构 在社会上呢 能够这样子招摇撞骗 挂着羊头卖狗肉 这个所以呢 这篇评论也认为说啊 其实说到底呢 还是要在日常生活当中 理清女性的地位 理清男女关系 对 所以男女平等啊 看来还是任重道远的 好 去一下广告 后来还有轻松的消息带给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好多人都说啊 中国人和中国人之间 最大的差异 也不是什么贫富差距 也不是什么 各个民族之间的差异 最大的差异呢 就是南方人和北方人的差异 几乎啊 我可以想到的 在任何一个事情上啊 南方人北方人的习惯呢 其实都会有一些微妙的不同 我就纳闷了 你们南方人到市场买菜 买肉 一整买这一小嘎啦 你好意思啊 海洋也给你切事 你肉买着放着会坏的 又不像北方你中间 放在窗户外面 就冻住了这个肉 我妈从东北 然后来到杭州嘛 她那时候要去菜场买菜嘛 就会看见一些老大爷呀 他们买菜 就是冬挑西捡 大概捡了十几分钟 然后捡了十几根豆角 然后我妈就整个就疯掉了 因为我们广东人 很讨厌剩饭剩菜 说实在的 不太能理解 北方为什么喜欢吃白菜 可以腌 可以蒜 可以炖 可以炒 吃得完 吃两天吃没了 还得算吧 基本上都是一百斤两百斤 大概是这个概念 这里面说的 有一个地方不对 我稍微的 这个说一下 纠正一下 就是这个 说南方 屋里屋外是一个温度 在冬天的时候 答案不是这样的 是屋里比屋外 还要更加的冷 这个是南方的一个状态 不过我觉得 其实说到南方 和北方人的不同 香港人的世界最简单了 新界以北 就都是北方嘛 因为我还想到一个 南方北方的差异 南方人吵架 那段是要讲道理 小刘 你这个人怎么不讲道理的 北方人上来 直接行动 好 我们说到这个南北方的差异 有时候大到不可弥合 但有一些东西 不论是南方人 还是北方人 还是全球各个地方的人 他看到的都是一样的 比方说前几天出现的 超级大满月 您看了吗 感谢观看 天上的月亮都一样圆 这时候没有任何差异 所以很多人说 这个天上的月亮看到了以后 都觉得非常非常的美 接下来这个片段更加的美 他拍的是中国乌镇 这次是中国乌镇 好 相信来到乌镇的很多老外嘛 也对中国的江南美景叹为观止吧 以上就今天的节目先离收看 再会 再会 by bwd6